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是小宇 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手 周深今年当之无愧的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 不仅演绎了许多OST 而且还为许多的游戏唱了推广曲 每一首都是可以单独拿出来仔细品读的最佳单曲 今天在临近春节之间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旺 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思念 那个承载的温暖和思念的风筝 虽然没有飞到月球上去 但是却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挣脱父母的手掌 飞向自由的天地 长大之后才明白脱离父母手中的风筝 是多么的孤单和无助 一首最简单的歌曲却让周深唱出了游子的心意去 带去了最诚挚的祝福 今年特殊的原因 我们大家却需要待在了原地 不能够和家人团聚 但是距离是问题吗 我们总会绕啊绕啊绕 绕几千里路也望向归途 我们举亲人之间的距离不是只有一个屏幕吗 拿起手中的手机和父母聊聊家中的事情 点开软件送去年货 让温暖和爱意共存在 疫情阻断了我们回家的脚步 但是却无法阻挡我们的心相连 一句简简单单的绕啊绕 周深都是用心的做了处理 每次出现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相同的是温风拂面的暖意 是无法抵抗的暖意 只要我们可以绕过心中的那座大山 就可以留住心中的温暖 也为身在远处的亲人送去最诚挚的祝福 还记得之前的《听我说吗》 也是一首送给游子的歌曲 若没有曲折 总懂快乐 开心和难过 总要找个人说说 日子总会变好的 漂泊在外的游子可能会遭到不少的挫折 但是和家人相聚的这一刻 所有的委屈和挫败都随风而消失 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诸生用自己的歌声 将人们心中的孤单一一排解完 空灵的歌声当中夹杂着温暖和安慰 特殊的音色和完美的处理方式 又让这首歌具有了画面感 生活在家乡的幸运儿 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感触 但是漂泊在外的游子 确实会被戳中泪点的 孤独与无助瞬间涌了上来 但是一想到要过年了 所有的伤心都是可以冤枭云散的 家人温情的歌曲可能是最难唱的吧 每句歌词都需要仔细揣摩的感觉 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 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 但是一旦触及就会泪流满面 这种感觉是要把握好度的 一旦有刻意的添加 就会显得娇柔造作 微微缺少就会显得不到位 只有日人真真心无旁骛 用心去演绎才会唱出其中的温暖和思念之情 技巧总是为歌曲服务的 只有刻在骨子里的温暖 才能够唱好这两首歌 听我说用低沉中的中低音 把离江在外的温子急切归香之情渲染的淋漓尽致 旺唱出了一种相连的感觉 虽然我们相隔千里 但是心总是在一起的 不知道身在异乡的我们是如何排解孤单的 不如考虑多听几遍周深的歌曲 在歌曲当中去寻找心中的答案 不要忘了给老家的父母打个电话哦 书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